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新北市板橋分局一名攀姓袁警 執勤的時候常常出狀況 取締還會挑釁民眾 也曾用過激的手段執法逮捕一名走駕的民眾 卻以自己百公斤的體重 又臀部重壓在民眾的頸部 而今法院判處四個月的徒刑可一顆罰金 因為屢屢出狀況 板橋分局將他立即調離縣值外 並列為優先太除的名單 你趕快移動喔 單子可以給我一張 您剛已經說句前收都全程錄影錄音了 你現在要移動嗎 問您最後一次 3 2 1 你到底要怎樣呢 奇怪了 那這是您第二次違規 那你那單子給我 你不給我 我怎麼弄呢 我問你 先生好 怎麼 我要等排隊啦 剛才要走啦 可是不能邊開車邊用手機喔 我知道你剛剛有移動 可是你不能 一手拿著手機 然後一直有用方向盤 這樣是不對的喔 我要走了啦 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好不好 你不知道喔 那你開啊 你確定你不知道喔 對啊 新北市板橋分局一名潘信警員 職情時常出現狀況 取締還會挑釁民眾 讓民眾失去理智暴走吃上妨害公務官司 也曾用過機手段執法 曾因逮捕一名酒駕民眾 卻以自己上百公斤的體重 用臀部重壓在民眾頸部 還不斷來回摩擦 造成民眾臉部擦措傷 經法院裁定判刑確定後 賠償30萬元 今年1月份時 一名男子開車停在路旁打雙黃燈 等待停車隔時並查看手機 而潘員對其連續開出玩手機 並排停車罰單 發生爭執後 又以妨害公務將對方送辦 但經申訴後全部撤銷 潘信員警2月份又亂開酒家單據 遭到分局督查組發現查辦 板橋分局長陳宇環強調 將秉持著不避縱 不掩飾態度調查此事 而分局已啟動調查 與筆錄製作完成後 將潘信員警依法移送至新北地方檢查署偵辦 令潘員在執行本案九策取締過程違反相關作業規定 又具不配合機關調查 板橋分局將於調查後 何與記過處分並調離限職 未來列入優先太除對象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桃園出現一名恐怖的女房客 她在乘桌的透天措內飼養了數十隻的貓狗 不但常常被鄰居來投訴貓狗的叫聲擾人 更因為租屋內堆積的大量的垃圾 散發了惡臭惹人厭 直到租約到期 女房東的孫女進屋查看 竟然發現屋內有數十具被餓死的貓狗屍骨 由於李姓女子近兩三年來屢屢致欠房租 房東雖然多次前往屋子找尋 都無法找到她 半年後聯絡上 李姓女子一樣無法償還房租 她已離愛住院或住在她處 沒有住在這間房子等藉口 拒絕房東孫女 鍾小姐查看屋內的狀況 直到今年2月24號 足月到期後 在李姓女子同意下進入屋內 才發現屋內堆滿垃圾 而且有十幾隻貓狗屍體 當天通報動保處帶回貓狗 桃園市府動保處表示 據四組表示都是餓死的 但因數量龐大 確切死因仍要進一步查證 以帶回幾乎風乾的貓狗屍體 送專業的單位解剖 而進一步確認是否有毒物的反應 同時在相關調查後 依違反動物保育法 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好 過年期間大家都會出遊 出遊其實有一個蠻花錢的地方 就是住宿了 沒錯 尤其是國內住宿的話 現在的國內住宿真的是蠻貴的 對 價格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有一名新手爸爸 他就透露過年期間帶著寶寶去 墾丁玩要五天四夜 但是為了省錢 他就利用嬰兒床 30天內可退廢的機制 訂了新的嬰兒床 送到飯店來代收 而自己組裝 睡完四天後 迅速退換 而貼完一出 立刻走到網友的炮轟 男網友在PTT母音版表示 廉價住宿真的很貴 沒有住親子飯店 省蠻多的錢 而價格一碗便宜2000元以上 等於四天足足省了8000元 最後圓婆厚著臉皮 向客服申請 不滿意退貨退款 更得意的笑稱 這蠻讓我意外的 很阿莎莉的全額退款 溫末還像版有喊話 如果大家帶寶寶出遊 都需要省錢 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當然盡量避免廉價出門最好了 而文章曝光後 全場網友看傻回應 退換貨服務 不是給你這樣用的 非常的惡質 這種道德瑕疵的事情 還要拿出來 沾沾自喜的分享 不過也有人質疑 業配就算還推廣 濫用退貨的機制 能想出這種業配法 也是滿奇葩的 根據金周刊報道 香港女星余湘寧 去年她憑著白日之下 入圍了金馬獎的最佳女主招獎 那個時候她有第一次來到台灣 那最近她就跟著她的老公 帶著小孩來台灣 小旅行要來過情人節 沒有想到她們一家 一家人到這個象山公園 爬山的時候 卻巧遇到YouTube頻道的 旅遊真台灣YouTuber Lena跟Patrick 她的高顏值跟好身材 就讓對方還有她們的粉絲 大為驚豔 余湘寧在2月中旬 帶著老公跟女兒來台旅遊 其中一天 他們到象山公園時 就巧遇了YouTube頻道 旅遊真台灣的YouTuber Lena跟Patrick 當時他們兩人正在拍影片 影片的主題是隨機邀請路人 跟他們玩一整天 而余湘寧當時也被邀請 但她向對方透露自己來自台灣 只是帶小孩來公園玩 因此Lena一行人便不打擾 余湘寧一家人 只是事後對著鏡頭大表驚訝說 她已經是媽媽了嗎 她看起來超級無敵年輕的 而影片上架之後 在留言區裡也有許多粉絲 對於余湘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留言說 香港媽媽好漂亮喔 有小孩了身材還那麼好 而認識余湘寧的粉絲 則幫忙留言回覆她的身分 余湘寧本人也將 影片截圖放在AG線洞 還特別在封面女的 真漂亮我的菜 這則留言底下畫線標記說 這是重點 而白日之下 已經幫助余湘寧先行奪下了 香港電影評論學院大獎影后 在獲得四月舉辦的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提名 而且豐厚呼聲甚高 如果得獎的話 余湘寧將會是香港本土首位90後出身的影后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藝人 馬丘在去年7月離婚 而她也表示自己之後 要為自己而活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 就減掉了25公斤 瘦身成果是相當的驚人 而她近期在直播中 分享減肥的方法 透露主要做法就是控制飲食 再加上膠原蛋白的輔助 才能在短期內瘦下這麼多 我後來真的才知道說 糖是最不好的東西 糖分這個東西喔 是如果嚴重性的話 是可以戰爭的喔 我沒有騙你喔 真的 因為我爸是腸尿病種 我爸爸呢就是每一天早上一起來 就是喝很甜的紅茶 一杯 我跟你講 三四個月直接變糖尿病 尿尿旁邊馬桶都是馬醫 會糖尿病真的很恐怖 然後還有少量多餐也會肥 不行 少量多餐很傷身 接下來看到政治的焦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遭職義是寄生國會 不過柯文哲卻回答 說是國會來寄生他 引發民進黨團幹事長 無私要喊話 要請立法院長韓國瑜 把國會寄生蟲趕出立院 而柯文哲今天回應 政治攻擊的語言 就不用多做理會了 民進黨沒什麼可以罵他的 就只能罵這些 就是這樣啦 政治上攻擊的語言 就不要理他了 其實我們中央黨部跟黨團 還是要密切合作 很多東西都要交換意見 像今天早上我們就討論了 那個護理人員的薪資 還有那個健保砍要價的事情 大家 要一個一致的看法 還有一點啦 我一個人來比較容易 如果我們所有的八個委員 再加上他們的辦公室主任 還有黨團的工作人 全部移過去 那比較不方便嘛 所以有時候是客水主電 一個人可以解決 搞得整個黨團要移動 其實這樣啦 資源也都是國家跟人民的 反正就是做事情嘛 不過來講現在 因為目前黨團 他一個月人事會是55萬 如果要支付 單獨那55萬 要支付所有人事不太可能 所以變成我們中央黨部 一定要貼錢雇人過來幫忙 怎麼變大宏一直攻擊 國會寄生我這句話 反正他們沒有什麼 常常是這樣啦 民進黨隊友沒有什麼可以罵 就只能罵那些東西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習慣了 聽一聽就好